我们是外面喝酒回来 他说要修水龙头 他说他去看一下 只穿了一条短裤 衣服也没穿 他什么也没带 水龙头也没带 扳手也没带 还问那个女的 你老公在家呢 然后那女的说 我老公出去打麻将来 然后他们 刚好那天他老公 没麻将打就回来了 他在外面听了很长时间 他听到了什么呢 他听见那个 他说这样弄不进去的 他老婆那个什么姿势啊 都做出来 这是不是对方 有你那个老公告诉你的 对不对 然后那他们两个就打架了 从楼梯打下来 然后就在这外面打 两个年龄打的 老年就了解个大概 丈夫小王也赶到了 原来自打那件事情发生后 小王就在外头租了房子 租了出去 你为什么住在外面 他就搬出去 哪个家里搬出去 我又没 我没叫他搬出去 你没叫他搬出去 我是说我们离婚好了 我问你一句话 那么他老公在外面听 听了这些话 小王进去以后 进去以后 还是在 进去以后房门没关 只开了 他老公开了那么一点 然后他就推进去 推进去了 在那个洗衣机旁边 还看了 听了好长时间再看 他就进不下去 他他们做什么呢 做什么我怎么知道呢 他说他抱了那个女的 我们上去准备睡觉了 我长裤 衣服都脱掉了 然后下面有人打电话 说租房子 然后我老婆叫我下来 然后我就下来 待到上面去看了 可能一个七八分钟 这样子吧 然后我下来关门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上面灯 还是亮在那里 我想第二天我是中班 白天有休息时间 然后我上去看看 龙头到底怎么回事 从进去到里面 到他老公回来为止 最多不过就是一分钟时间 这夫妻俩的描述 有很大的出入 老年就要从细节入手 问个明白 当时你在做什么 当时我没做什么 我就是 趴在那里看水龙头 看好 看水龙头 起来 我说你 我说这个东西要明天弄的 我看一下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他那个 我就问他老婆 我说今天晚上你老婆又没在家了 刚出去可能就要回来了 就这样子 就这么一句话 那么按照你说的就是 进去碰到他老公 这不顾这一分钟 那么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呢 哪里只一分钟 我要是跟他有关系的话 为什么我进去门 门不关 那么你没说那些什么呢 就说了这两句话 当时有没有这句话 他老公回来了 那最好 小戴啊 哎 老娘叫啊 哎 你好 老娘叫你上来我给你讲 行 行 可以 你不要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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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要进来 干嘛呢 你先出去 他可以啊 他出去啊 你听 你就在这里 你就站在听了 听好了 听了 当时你跟他 他给小偷说了些什么 原原本本 我把事实的情况 我告诉你 穿着短裤去帮租客修龙头 恰好对方丈夫又不在家 这事情落到谁头上 都有些说不清 老娘舅啊 要听听当事人 丈夫小王的说法 那我告诉你 老娘就啊 当时我是这样的 那是有这么一点缝开在这里 没锁 没锁的 没关系 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 听到有声音 那我就把这个 我这个门开开 没有声音的 没有声音的 我这个门是没有声音的 那我 好像有声音 那我就站在这里 我站在这里 我站在这里 有两个人在说话 我再走过来 我再又过来 到这里我一看 我老婆这个头发 是靠在这个门上的 头发是看了靠 我看见的 我老婆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在问他 你老公干什么 打麻将去了 他晚上 没有这么早 不会回来的 这是谁说的 是我老婆说的 戴大哥说自己当时 还能保持冷静 可妻子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他彻底乱了方向 这我听到一句 就是这样 这样搞不进去的 这话也是我老婆说的 在这个时候 我是冲进去的 我冲进来的时候 他们是抱在这里的 所以我另一切 先把那个男的一个巴掌 这是我男的 有没有穿裤子 男的是穿的叫胆裤 你老婆呢 我老婆是穿的衣服裤子的 他们两个呢就有什么话都叫我好说 这个事情没有好说的 你不给我面子 我也不要面子 我要打电话 我打110 他不给我打 所以我们两个打起来的 刻都全部吃掉了哈 我头到现在呢 男的就好这么重在这里呢 背上全部这里 我们全部刮破的 我这个手上这里没有 没有一个地方全部是刮破的 我问他一下 你在这里啊 这个这个是我 小娃 刚才他说的 你要听到的啊 但是他进去的时候 你还抱着他的老婆 要不要 没抱 没抱 那么为什么他老婆会说 这样搞搞不进去这句话呢 这句话我没听到他说 我没听到他说 你也找遍 我的想象当中 这样搞不进去 可能他们已经有一种关系 虽然没有抓到现行 可妻子的这句话 却像一把刀 深深地刺进了丈夫的心里 那好带进来 他就站在这里嘛 他这个龙头嘛 那我就趴在这里看着 他站在这里嘛 这个叔叔小嘛 那我转身过来嘛 他老公进来 这样搞搞不进去 到底什么意思 没说这句话没说过 在我的印象中 是绝对没说过来 我就是进来 你没有说过 他老婆也不说 没有没有没有 他不是说那个叔叔 说龙头 怎么怎么弄 反正就是说 当时我是现在到那时候 我是基本上很年轻 我老婆叫上来的 好的 那最好 我老婆能给我打了 这种十几二十个巴掌 那我是站在这里的 这样的 站在这里的 你站在这里 站在这里 那他走过来呢 就是把我肩上搭理一下 谁搭理 他搭了我一下肩 下我说你干嘛 他也不知道喝酒 这还不知道干嘛 就是都说了一声 我喜欢你 我也没听清楚 反正这样想 那我说不好的 那在这儿呢 要先给出今天的 有奖调查题 在夫妻相处时 您会小心翼翼 避免一些尴尬情况发生吗 一会发生物会多讨厌 瓜田里下要避嫌 二不会 堂堂正正心自安 心底无私 天地宽 那欢迎大家发送数字 一或者二到 1062 106258 发表您的观点 下面我们来抽取 昨天的幸运观众 来 我们来看一下号码 来 321 停 手机号码是182 后四位是5226的 这位朋友 恭喜您 您将获得由 奥克斯空调提供的 电热水 无一支和毕生源 提供的长润茶一份 做客戴大姐的一句话 让老娘就吃了一惊 如果戴大姐说的是真的 那么撒谎的 就是小王了 你没说喜欢他这个话 我会说这句话呢 你还要撒谎 我跟你说 那你们三个人 三个人三个话 现在我跟你说 不要动手打 老娘又来 在派出所里 一直也不相信 他这个东西 是这么一个东西 小天你要说清楚 你要把事实都告诉出来 今天不要什么连 你不连的 就是该这个测试 不要连 到底到底是谁 谁是错的 我没有分析 你就是说 老娘就还没问几句 这戴大哥又和小王干上了 吵架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尽可能回忆起 事发时的情景 刚才你刚才说的 你老婆说的 这样搞不进去 有没有说 你没说过句话 说不 那么你自己什么东西 你自己什么东西搞不进去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衣服裤子都穿在这里 我也弄不清楚 反正我穿都是穿很多裤子穿的 反正搞一个地关系没有 反正我们都是清白的 没有那里 是清白的 那么怎么会说这句话呢 你对了这个水管 这样的话 你搞不进去 我不会冲进来打他一个巴掌 你这个脚不是这样的 你这个 有一个脚反正是勾起来 还是 就是这样的 我进来的他是这样的 哦 这样抱着的 啊 所以我打他的巴掌呀 我进来到那里 一分钟 那么你说 一分钟那时间我没有看 一分钟那平一分钟 我站在这里都不止一分钟 我跟你说 我站在这里都不止一分钟 你老公进来自己 还是抱着你的 就抱 你进去杀了一下我 又什么叫抱 我也不懂 怎么叫抱 所以是你们三个人 三个叔叔 说起当往的情况 戴大姐的回忆 有些模糊不清 所有的说法和小王的描述 都有很大的出入 谁真谁假 老娘就一时也难以判断 说你去时 就从这种 就挂了 你说你喜欢我 不知道你是不是喝酒 这不喝酒 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说了 这种话你别乱说 我说过就说 没说过我就没说过 我确实说过的 说过这句话 如果是我做亏心事 我肯定不会叫你们老娘就来 那我还这样说的老娘就好 我说我这样你搞得进去 你搞得 我说这句话说过了 那我老公刚进来听到这句话 是这样的 我现在越来越想了 你当时你说这句话 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 他说喜欢我 我说你这样搞你搞得进去 你搞的我就是不愿意的意思 如果说他老公不回来的话 可能发生下去 可能我也 你要想的 可能 我混过头 不一定可能 可能会发生 我这样就 我也要面子的 我在同 如果说他在说谎的话 他可以完全诬陷你 他到现在为止都没人见你 我跟他还在告你 我跟你说 你说对不对 证据你告我 你可以告我 我可以告你 现在什么都要证据 你来就是强见他的 就是强见未遣 面对戴大哥夫妻俩的指责 丈夫小王只喊冤枉 在小王看来呢 夫妻俩之所以要把事情的责任 都往他身上推 其实另有目的 他就说 我不想 就是要编个故事了 那我没办法了 我是冤枉的 他飘戏那是很正常的 没有没有 男人叫 他们屋起来就这么屋的 你有没有说过喜欢他 没有 我绝对没有 我上天发誓 没有 他多少睡 我多少睡 那天可能是你喝酒醉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 你穿了一个短裤 到酒井中的那个时候 到人家家里来看水龙头 那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点我分析给你听 小戴啊 爹 他如果有这个责心 有这个想法的话 他为什么不关门 对 我跟你说 你听我说 这一点 第二 就是说他要来调戏你老婆 他用不着 逛着身子来 穿了个短裤来 他依然穿得真真奇迹的来 对 这样子来 不是更好吗 对 老年旧的基点分析 让戴大哥的心情 稍微平复了下来 面对这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彻底放下 也许才是最好的办法 可以说是没发生了什么东西 对 没有就是没有到那个进去 好 在这个边缘 啊 快要掉下去的时候 我们把他也把你抓住了 救了他们两个 应该怎么说 是不是 对 那么时间也到这里为止了 我把他两个 把两个女儿都叫上来 我本来这个事情 不想让女儿知道的 女儿怎么说呢 女儿说 妈我相信你不会的 也是也许 也是冲动 我说是我昏头 昏头那个脑 我和你爸爸这么恩爱从小 我说 在一个城市自由恋爱 两人谈起来的 我说我也不会犯规 要做的话 我年纪轻的时候就做了是吧 我说我现在我 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女儿发给我真 爸 我知道你很生气 那是因为你爱妈妈 我们也爱你 你就算是为了我们几个女儿 你原谅妈妈吧 那么你看到女儿这个感觉 你有什么感觉 我为了两个女儿 我没有办法 我不原谅也得原谅 听了这番话 老女就总算是松了口气 戴大哥虽然脾气挺急 可涉及到家庭团结的问题 他却能异常冷静 你们两个人俩比较恩爱的 我两个不恩爱的 如果说你老公背你的话 他也不会动气 那随你去吧 不当你为了事 对不对 你已经向他背的刀 你已经向他背的刀 签过来 那你老公有没有认谅你呢 认谅我 认谅就好 那么 就这个事到这里为止了 好不好 那么今后 就再不要发生 雷一的情况 好不好 所以你们两个人 好好地过下去 好 谢谢大家